大塔版摩托的优势是好看舒服配置高 哪些大塔版最为常见给大家看看上海的情况 本期视频出现了50多款车型 其中是8款是比较常见的 按照常见程度分成了5个梯队 第一梯队YAMAHA XMAX和本田NSS350 这两款车一出现就迅速搞定了局面 成为上海最为常见的两款大塔版 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每次都能开到 而且这两款车几乎同步完成了更新 新款式也是成长迅速 宝马C400 三阳旋翼300 光阳CT300和CT250 宝马C400主要是GT版作业常见 C400X则比较少 同里三阳旋翼300也远远多于同门的JawMax系列 光阳CT系列作为大塔版中 少数的平塔版也是深受欢迎 YAMAHA洋王TMAX 本田NSS750 XCDV750 宝马C650系列 又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组合吧 是的 这些阳王级别的反而是很常见的 作为现阶段踏板中的顶级存在 在上海倒是很常见 光阳AK550 光阳S350 赛克龙RT3 AK550作为一款双缸大塔版 性价比在同级别中还是很高的 但是确实不如第三地队中的阳龙常见 光阳赛艇S350 基本上完全替代了原来的赛艇系列 S250则比较少见 赛克龙RT3 不容易在一众进口盒子中 能占据一席之地 三阳TL508 光阳S400 进口版S400国产版 三阳招Max Z300 光阳赛艇RT250和300 无极的350 这几款车型也属于经常能看到的车型 但常见程度比不上上面四个组 其他踏板如果按照车型来算的话 车型总量是不少 也有几十个车型了 但具体到具体车型都是相对比较少见的 有些甚至是罕见 不知道各位车友观众最喜欢的车型 在不在这个视频里 本期视频出现的车型比较多 大部分在我以往的视频中都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一一标注车型了 如果对哪款车感兴趣 想知道车型 请评论区留言 我尽量回答 我还会继续更新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 关注收藏一下